为了帮助没有健保的华人新移民 以及更多的弱势族群 南加州基督教的 脚生医疗服务中心 特别增设了新的据点 提供低价的医疗服务之外 还能够协助办理健保登记 来加汇更多的新移民 XC XC 谈出脚生医疗中心的缩写 医护人员与民选官员 一起剪开金彩带 庆贺这一间专为照顾低收入户 甚至是没有医保的弱势族群 而成立的医疗中心 正式在东区开业 每一年我们估计可以服务3000个病人 超过1万个病案 那么我们接受白卡 也特别为一些低收入的民众来服务 走进医疗中心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从基本的家庭科 专业牙科 到心理咨询辅导 统统都有 甚至提供免费的妇科检查 儿童体检与疫苗施打等 来服务低收入户 而且有国家质量委员会认证 医疗水准不大折 我提供的绝对不会比我在自己诊所的 那种服务 那个品质 比外面的任何的私人诊所 Beverly Hill的诊所 坏 一定是一样的 一些病人 他们在其他地方要得到 很好的医疗服务 说真的都有很大的困难 那可以在这边为他们摆上一点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强调照顾新移民 脚生医疗中心还贴心提供中文与粤语服务 可以现场办理健保登记 认识美国复杂的医疗制度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上脚生医疗中心官网查询 东森新闻李宗瑶 唐孟伟在洛杉矶的 海外的医疗中心官网查询